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缤纷的生命》 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 感受一下什么是缤纷的生命 有一个海岛叫做喀拉喀托岛 位于苏门达腊与爪哇之间 1883年出现了一连串的火山大爆发 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爆发 比一亿吨天梯炸药爆炸还严重 岛上的生态系统被彻底摧毁 寸草不生 当火山平息以后 没有任何人为力量的介入 喀拉喀托岛竟然自行启动了重建程序 蜘蛛在九个月之后率先随风而来 开始在毫无生机的岛上截网 虽然说它可能最终被饿死 但是却吹响了重建生态系统的号角 此后仅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 到1984年再统计时 岛上已经有超过六百多种无脊椎动物 包括蜗牛和蝎子等 其他的植被与真菌更是数不胜数 从外表上来看 劫后余生的喀拉喀托岛 已经和其他的岛屿没有明显区别 此次生态重建的过程 充分展示了生物多样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最终催生了缤纷的生命 那么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对人类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像大熊猫这样可爱的动物 为什么会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呢 这些问题都在 缤纷的生命这本书当中 得到全面的讨论 这本书的作者 爱德华·威尔逊 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主要从事昆虫动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之外 威尔逊还擅长科普写作 先后以《论人性·蚂蚁》两部作品 获得普利策奖 被誉为最后的博物学家 缤纷的生命这本书 是介绍生物多样性的开山之作 被看作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续集 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评选为 科学类世纪十大好书 作者相信 生物多样性是维系自然原貌的关键 大自然即使受到严重的灾害袭击 也会迅速恢复 喀拉喀托岛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千百万年来 地球上的生命历经了五次大灭绝 但生命不断从绝境当中新生 繁衍变异 进化出了更加多样的物种 成就了缤纷的世界 接下来 我们就围绕着本书的核心内容 来说一说 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出现的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正式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威尔逊先用大量篇幅 讨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物种 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单位 然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对于物种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生物学家仍在努力追寻一种全能的自然单位 把物种的定义作为生命的圣碑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他们却发现离着圣碑越来越远 以至于出现了种群 亚种 甚至是半种之类似是而非的概念 本质上是因为物种不像细胞和原子那样 是一个自然单位 而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 为了研究方便 大家只能够采取折中的方法 把自由交配和成功繁殖 作为物种的基本条件 但是这个定义也会制造很多麻烦 比如说 狮子和老虎也可以交配 并且生下后代就叫做狮虎兽 但是无论从外表还是行为来看 狮子和老虎都明显是两种动物 再说一个我们生物课上熟悉的生物 草吕虫 美国生物教科书把草吕虫分为三种 主要依据是显微形态观察 但是如果对交配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草吕虫甚至可以分为二十种 也就是说 即使是最经典的物种定义也面临着最基本的麻烦 事实上 物种定义的困境正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特征 物种自然发生的结果 生物可不会按照人为的标准自动归类 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机制非常复杂 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进化 威尔逊本人也是进化论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甚至被誉为当代达尔文 他重点介绍了两种进化模式 一种是纵向进化 另一种是横向进化 我们所熟知的生物往往都是纵向进化 比如说人类就经历了典型的纵向进化过程 先从南方古猿到能人 再从能人到直立人 最后智人才登上进化舞台 生物的每一次繁殖都是纵向进化的一个环节 尽管纵向进化很常见 但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并不大 因为它从一个物种进化为另一个物种后 上一个物种消失了 结果并没有造成物种数量的增加 如果说只有纵向进化 自然界将会变得非常单调 真正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是第二种进化模式 也就是横向进化 比如从猫变成布偶猫 折尔猫 波斯猫等等的很多的品种 只有在横向进化的不断作用下 才会制造出新的品种 甚至出现物种大爆发 威尔逊把横向进化叫做分种过程 也就是从一个物种变成两个物种 或者是更多物种的过程 只要分种过程不断出现 生物多样性就会不断增加 所以横向进化是通向生物多样性的 最根本途径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横向进化呢 答案是生殖隔离 横向进化的本质是形成不同的物种 而要成为不同的物种呢 第一要物就是生殖隔离 生殖隔离的意思呢 是出于各种原因 使得亲缘关系接近的类群 不能交配 或者就算强行交配 也无法生下有繁殖能力的后代 生殖隔离就像是一把刀 如果把一个物种看作是一块年糕 那么生殖隔离这把刀呢 就可以把年糕切成很多块 变成许多的物种 同样由于生殖隔离的作用 新的物种一旦形成就很难混合 无法合并成为同一块年糕 当然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两块新的年糕会用一种意外的方式合并 从而形成一块全新的年糕 或者说变成一个全新的物种 那就是杂交物种 所以生殖隔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时候啊 它很容易让人费解 它一方面在创造物种 一方面呢 又在阻止新物种的形成 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生殖隔离仍然是创造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途径 如果说没有生殖隔离 就不可能有生物多样性 所有的年糕都会混合成一块大年糕 也就是说 因为生殖隔离 才可能出现不同的物种 这种隔离又帮助新的物种稳定下来 它们最终都会成为生物多样性中的一个部分 因此 生殖隔离不但制造生物多样性 而且维持生物多样性 生殖隔离的类型很多 主要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 内在生殖隔离机制是指 不同物种的染色体无法配对 比如马和驴杂交不可能产下可以生育的后代 而外在生殖隔离机制呢 非常复杂 这里呢 我们介绍六种重要的类型 地理隔离 时间隔离 信号隔离 机械隔离 多倍体化和生态隔离 咱们呢 一个一个的来说 最容易理解的呢 是地理隔离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两个物种的交配地点不同 所以无法杂交 比如说有的物种在树上交配 而有的呢 则在水中交配 或者呢 被大山大河隔开来 根本无法互相靠近 自然无法实现基因交流 地理隔离的重要例子 是冰川屏障 虽然说上一次冰川期早已结束 然而它造成的生殖隔离 却延续到现在 为生物多样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美国一种名叫做霸翁的小鸟为例 目前在美国主要有两种霸翁 一种生活在西南部 适应西树草原环境 另一种呢 生活在东南部 适应林地沼泽环境 它们呢 本属同一物种 由于此前冰川的长期阻隔 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物种 当冰川消退以后呢 它们再次相遇的时候 却是已经出现了生殖隔离 有时候啊 就算勉强杂交 生下的后代 既无法适应林地沼泽环境 也无法适应西树草原环境 只能够被淘汰 由此可见 在冰川的阻隔之下 原来的一种霸翁 因为生殖隔离 而变成了两种霸翁 地理隔离无处不在 在孤立的岛屿上 效果更是明显 当某一种鸟 意外飞到夏威夷群岛之后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不同的岛屿和山谷当中 形成数百个物种 尽管它们来源相同 但是地理隔离 却驱使它们不断分化 最终彻底变成不同的物种 和地理隔离相似的是 时间隔离 说白了就是 两个相近物种的发情季节不同 自然无法杂交 比如有的在春季发情 有的呢 在秋季发情 或者说 虽然在相同的季节发情 却在不同的时间交配 比如北美地区 共有69种天蚕鹅 它们都在相同的季节发情 但是呢 每种交配时间都不相同 有的是在早晨 有的呢 在黄昏 还有的在夜晚 彼此都没有机会杂交 形成了典型的时间隔离 除了这个时空上的错位 还有语言上不通的 也就是信号隔离 动物用于求偶的信号很多 最常见的是声音求偶信号 如果两种动物求偶的叫声不同 彼此听不懂对方的意思 自然难以交配 青蛙和蝉蝠的叫声就完全不同 因而能够彼此隔离 另外呢 还有视觉求偶信号 比如说雄性孔雀在求偶的时候 会对着雌性打开尾巴 那就是典型的视觉信号 特别是蝴蝶啊 蜘蛛啊 这样的昆虫表现的尤为突出 以跳猪为例 跳猪就是一种会跳的蜘蛛 有不同的种类 它们呢 会用不同的视觉信号来彼此区别 有一种跳猪长着红眉 白脸 黑牙 而另一种跳猪呢 则是长着灰眉 红脸 白牙 就像是不同的京剧脸谱 非常容易识别 它们呢 还会在求偶的时候 做出各种有趣的舞蹈动作 就像是海员 在打这个旗鱼 这都构成了明显的视觉信号 磁跳猪就凭借着熊跳猪 做出的各种视觉信号 来决定是否交配 视觉信号不同 说明非我族类 当然呢 不宜交配了 那样呢 只会白忙活一场浪费感情 信号隔离 有的时候呢 甚至会跨越动物和植物而起作用 许多美洲热带植物 依靠蜂鸟传粉 特别是一类 名叫做蝎尾胶的植物 它和芭蕉是同类植物 只是花的形状 酷似蝎子的尾巴 所以说叫做蝎尾胶 它们用花朵 作为鲜明的视觉信号 来吸引蜂鸟 如果蜂鸟与花朵之间 没有任何隔离 就很容易造成随机传粉 蜂鸟呢 会把各种花粉 随机传播到各类花朵当中 自然无法实现生殖隔离 好在蝎尾胶用一种巧妙的方法 解决了这个麻烦 不同种类的蝎尾胶 开出的花朵的长度都不相同 蜂鸟在吸食花蜜时 花粉就会粘在身体的不同部位 有的粘在脖子上 有的粘在翅膀上 当它们飞到另一朵花时 只能给相应长度的花朵传粉 彼此之间不会相互混淆 以此达到生殖隔离的目的 还有的动物呢 依靠光信号进行交流 也能够实现有效的生殖隔离 比如萤火虫 每种萤火虫 都有自己的发光模式 有的闪得快 有的闪得慢 在黑暗当中一目了然 大家虽然说看不清对方的容貌 但是也不会彼此搞错对象 还有一种方法 更不容易搞错对象了 那就是机械隔离 主要是指生殖器无法匹配 因而无法杂交 比如雄性大单狗 和雌性吉娃娃狗之间 由于体型相差过大 根本无法完成交配 就算人工受精也毫无意义 因为吉娃娃根本不可能产下大单狗的后代 胎儿的个头太大 根本生不下来呀 纵然它们现在仍属同一物种 但随着隔离时间延长 将很快变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接下来呢 要说的这种生殖隔离机制 涉及高中生物课上的知识 叫做多倍体化 在讲多倍体之前 先来回忆一下染色体这个概念 染色体存在于细胞之中 携带着遗传信息 体细胞中的染色体成对分布 其中一半来自副本 一半来自母本 生殖细胞只取其中的一半染色体 再重新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新的个体 以人为例 正常的体细胞有46条染色体 人的精子和卵子细胞当中 各有23条染色体 它们结合成受精卵 又是46条染色体了 说完染色体 再来说一说生物界的杂交现象 驴和马杂交可以生下骡子 但是呢 骡子却不能够生下后代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体细胞中的染色体 无法平均分开 不能够产生正确的生殖细胞 有些植物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杂交的后代也能够继续生殖 成为新的物种 那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最有名的例子 当属萝卜和甘蓝的杂种 萝卜和甘蓝的生殖细胞 都有9条染色体 一旦意外授粉成功 就会形成一个萝卜与甘蓝的杂种 就叫做萝卜甘蓝 它们的体细胞是18条染色体 其中9条来自于萝卜 9条来自于甘蓝 赵理尔说 这18条染色体无法平均分配 因此杂种无法生殖 但植物容易实现多倍体化 也就是染色体通过复制成倍增加 这样体细胞中出现了36条染色体 就可以产生正确的生殖细胞 并且产生健康的后代 形成新的物种 萝卜甘蓝 生物多样性家族就此新增一元 最后要说的生殖隔离机制是生态隔离 不同物种占据不同的生态位 彼此之间缺少交流 长此以往就会形成隔离 以马达加斯加狐猴为例 不同的种类偏爱不同的食物 有的狐猴只吃水果 它们的消化道因此变得很短 无法消化树叶里的纤维 所以不吃树叶 而有的狐猴消化道足够长 它们只吃树叶而不吃水果 如果吃水果的话 糖分在长长的消化道当中 停留时间太长 就会过度发酵 而产生有毒物质 结果造成腹泻 所以说两种狐猴 虽然处于相同的区域 却只能吃不同的食物 这就产生了生态位隔离 不同的食物最终使它们 变成了不同的物种 可以在相同的生态圈当中 相安无事 相较于多被体化 生态隔离这种机制 更加普遍和快捷 它常常发生在相同的区域 不需要巨大的地理隔离 照样可以制造生物多样性 这就叫做同育成种 同育就是相同区域的意思 威尔逊以它最熟悉的昆虫为例 如果两种昆虫具有相同的祖先 生物特征非常相似 它们原本可能生活在同一种植物上 在某种随机情况下 其中有一种迁移到了其他植物上 并且习惯了另一种生活环境 最终会变成新的昆虫种类 尽管两颗植物可能靠得很近 在上面生活的昆虫 却再也无法交配 同育成种过程非常迅速 有的时候只需要几代时间 以寄生在山楂树上的石营为例 石计的石 苍蝇的营 这些石营有的时候会跑到其他果树上去 比如跑到苹果树上去生活 由于它们只在果实成熟的时候才会繁殖 而不同的果实成熟的时间并不相同 所以山楂石营一旦脱离山楂树 就必须改变生殖时间 以适应苹果树的环境 否则就难以从果实当中获取足够的营养 当它们适应了苹果树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了另一种石营了 这个时候再回到山楂树 反而会被饿死 现在北美的大部分苹果树 都寄生着这种石营 它们的祖先都是在一百多年前 从山楂树上飞过来的 如今两种石营已经不再彼此交配 到这里我们完成了 对六种隔离机制的介绍 无论是哪一种生殖隔离机制 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那就是在保证物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不断制造新的物种 在这些机制的持续作用下 只要环境适宜 新物种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然后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正因为如此 自然界才会呈现出 惊人的生物多样性 没有人能够准确的说出 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种生物 目前人类所知的物种总数 只占生物圈的一小部分 尽管如此 树木已经非常庞大 总数达到140多万种 其中昆虫就有75万多种 其他动物28万多种 高等植物的数值也与此相近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原生动物 和细菌 真菌 藻类等 根据维尔逊的估计 包括未知物种在内 地球上的物种总数 应该在1000万到1亿之间 相比之下 人类所了解的数量 少得可怜 甚至不到十分之一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目前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正处于历史的巅峰时期 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年代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正处于地球历史的 最好时期 然后威尔逊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自然界创造物种如此容易 生物种类数量又是如此庞大 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物种灭绝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 新的物种往往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它们的质量一般都很低 生存能力较差 虽然新物种在外形上 具备了自己的特点 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 仍然只是老物种的山寨版 没有经过自然选择的精细调节 没有经过生存竞争的激烈淘汰 因此 新物种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贡献 只是暂时的 远不足以让生态圈 充满强大的生命力 在真正激烈的生存竞争面前 新物种很少能够坚持下来 它们就像初来乍到的新手 还不懂得生存竞争的残酷性 一旦环境变化 就很难生存下去 以熊猫为例 它们在很久以前 作为一个新物种出现 发展到今天 处境仍然是举步维艰 而一旦熊猫灭绝 就永远也不会再被重新创造出来 这是它们值得珍惜的原因之一 我们应该珍惜生物多样性的 另一个原因是 你永远无法想象 生物多样性会提供怎样的财富 比如在安地斯山谷当中 有一种甲虫 会分泌一种治疗胰岛癌的物质 而从马达加斯加长春花当中提取的长春花碱 则可以治疗白血病 以及祸节金氏病 这些都是致命的疾病 至今没有其他特效药能够治疗 除了作为药物来源 生物多样性还是人类的食物宝库 农业与畜牧业都是拜生物多样性所赐 一旦生物多样性消失 所有这些财富也都将会永远消失 而且生态圈是一个网络状的结构 一种生物往往会与许多其他生物发生关联 一种生物的灭绝可能会造成更多生物的灭绝 那将启动可怕的连锁反应 任何人都无法预测长期后果到底是什么 毫无疑问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生存的基础 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但令人担忧的是 人类活动却对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作者叙述了人类到达各个大洲 所引发的灭绝风潮 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例子 包括新西兰的恐鸟和毛里球斯的杜杜鸟 此外还有巨型海龟 墨西哥大琢木鸟 以及马大家斯加的许多动物 而这一破坏过程呢 至今是仍在继续 保守估计 由于人类砍伐雨林 大约每年造成27000个物种消失 平均每天消失74种 每个小时消失三种 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惊人 但是事实上可能仍属保守 可以这么说 我们正处于地质史上的物种大灭绝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现在也是地球历史的最坏时期 威尔逊说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所要保护的 不仅仅是人类的健康与自由 还有人类精神赖以存在的整个世界 而正是缤纷的生命 才能赋予自然界以全新的意义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就是对后代负起真正的责任 好 缤纷的生命就为你解读到这了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